左脚打身后这个机会让到身前 王霜轻松小的面对门将再过空门 表较 王霜奉献表演师进球 他那一下假动作 可能都以为他要挑射的 这就是王霜的个人能力 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们 带来那个表演师的进球 就完全把对方防线过掉 这个挑战给的很血液 一发 面对门将一号朱玉 在后防线上15号陈巧珠 8号尤伟 4号汪林烈 2号李孟文 在中场线10号张瑞 和4号杨丽娜 两个人搭到后腰 前卫线是9号张丽燕 7号王霜 是7号严谨锦 封线11号的队长王霜 王霜 杨丽娜 右侧插上了 杨丽娜长转 好的 转得非常准 李孟文右脚传中球 打到前点 投球抢到了 开场2分39秒 中队梦犯开局 又是王霜山 王霜山再一次投球 帮助军队打破僵局 让比赛 梦犯开局 鼠发的右后背 李孟文在右侧 接到杨丽娜的 中场携传 就传得非常准 李孟文停下来之后 调整一步 右脚一个弧线 绕开前点跑路的员 王霜山撤半步 去抢这投球 难度还是挺大的 右手 顶上了力量和角度 死角 然后对门将也没反应过来 右不及啊 确实就角度太刁钻了 这样的话 中国队很早的就取得了比分领先 后半的比赛 我们会踢得很舒服了 王霜山在之前的比赛里边 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 也是这些 清靴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右边 球开场之后节奏非常快 严谨解 又有约位没船 打回来 杨丽娜在观察 直接往进去里边送 这个球 传球应该是提到了外者背着 这样拿到 台湖队现在 这段时间后场出球 都有些困难 中国队现场又抢断 张力燕自己往前带 非常好 转身了 外面打远射 对对方的队用头部打了出来 抬二脸 杨丽娜去干扰 中国队又完成了反抢 陈巧珠给到张锐 张锐一个斜船 右侧严谨锦 用身体停球 再领一下 左脚转 有机会 张力燕停路 挡住了给王珊珊 想顺一脚 常队张力燕没有成功 打得很细 开场到现在 17分钟的时间 中队一直保持了一个很 快的节奏 去给对方压力 尽早打第二个进球 王霜不排除 直接掉门的可能性 王霜 左脚 果然是悬向前门柱的位置 门匠扑出来 二脸 然后随从阻射 对方的一下 门匠反应很快 第二下 补防也到位 进去里边乱战 头在哪 越位了 腰尾越位 这球开得非常贼啊 前点往门前蹭 正好是蹭到了门将 镇守的这个区域里边 这个球 盟友越位 这比赛没有威啊 张力燕 好球 给出来了 王霜山位置没问题 王霜山 左脚传中 二脸还是中国队的张锐 小右色 再抢 防守真的做得很好 李莫文 眼睛紧 左脚打身后 这是个机会 让到身前 王霜轻小的面对门将 再过空玩 飘好亮 王霜奉献表演师进球 他那一下假动作可能都以为他要挑射的 这就是王霜的个人名利 王霜本届比赛就是追求这种完美的进球 他今天终于 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们带来了一个表演式的进球 完全把对方防线过掉 这个挑战给的很血液 王霜让身前 一个假动作 一个他要挑射 扣 再扣 左脚扣 然后左脚往内线扣 然后外脚背一个横拨 拨到外线 看这一下 扣到中间 马上一个横拨 这个衔接太好了 把对方文将晃倒了 还得是王霜啊 就是部队两个老将算是连 国家队的老将连线 张瑞一个非常精准的大师级小船 给到王霜 王霜进去里边闲停信铺 这个就是能力领先太多了 你要打同级位的比赛 王霜可能也很难 就是在那个环境里边做出这么舒服的动作 就是太放松了 2比0或者说一会儿再打一个的话 可以考虑多个位置有调整 包括像王霜杨林娜这种主力位置 包括后卫线 后卫线可能调的概率不大 前场的几个主力位置 可以多调一调 因为我们毕竟赛场是相对来说比较紧的 后天就要打这个 冠决赛 当心扣得非常好 我说的他这个节奏感太棒了 李宗洛 后连投球抢到了 3比0 王霜 没看而落 这个球体是右侧 层中 王霜杜洛 高高跃起 顶着一个抛物线 一球 滑过了对方门向的手指 要向了球门 3比0 李孟文今天两个助攻了 这和第一个王霜杉的进球套路很像 杨林娜给右边录李孟文 李孟文边后卫传中 打到中间 双投球点进 张欣不是那种 速度特别快 我说技术有特别细的球员 不是那种 他节奏感太好 节奏大师 这种风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伙队又是一个后场的传球失误 张欣 来 左侧 陈巧珠 要二脸 马莉娜 往回带 对 汪琳琳 表伟 右边 陈文 防线一般不会坏 因为我们这场比赛后防的消耗不是特别大 刚刚这次泰国队进攻打得不错 倒进去里边 传珠球 没什么威胁 被朱玉拿到 这批人在一块打了很长的时间 六七年 甚至更长 然后慢慢的更新换代 欧毅尧 沈梦宇 张灵燕 这个他们大概是一个年龄段的 从他们16岁 14岁提比赛 继续国道号的比赛开始转播 那会儿我们通过好多四国赛 那会儿我们也是 那个阶段还很强的 就是至少就是和欧洲没那么大差距呢 好球 要胜门打的力量很大 张欣 欧毅尧 给出来 张欣 张欣直接射门浪好球 这球打在力量上还是被门将扑的 这脚射门力量非常大 角度也很刁啊 还差势了 再来看 确实是越位啊 就打力柱外侧了 打在力柱上了 气球这个前天进步的感觉能看出来 这个阶段 能让郭亚莎再像五六年前那么犀利不太可能 那他的经验啊 他自尽横的左右脚啊 可得能够关键时刻带来一定帮助啊 尤其是他的传中球 看看 张欣再传 这个点不错 继续里边二连 杨利纳转身射门 四百零 八十一分钟 杨利纳诸会进球了 球场今天大概第五十分了 继续把球打进 今天兵姑确认啊 用一场胜利为我母亲庆生 今天兵姑确认啊 用一场胜利为我母亲庆生 今天兵姑确认啊 用一场胜利为我母亲庆生 在明天晚上咱们也会直播中国男族和韩国男族的比赛 这场比赛倒是也会有好的表现 当然这场球还没结束 对 要保证赢球 然后争取保证三场比赛不丢球 三场比赛全胜凌峰晋级到半决赛 呃 泰国队来讲的话 他确实没有太像样的进攻机会 后比尧走外线 好了 单车抬过来了 躺底线 左脚再传 还是走 这次产品员判了球门球 我有 这些判法也不太理解 罗家慧 斜船倒进区里 休停一下 在几位置 还有乱战里边 看看球在哪 刚把球破坏 对就地反抢 还有六把球转了出来 好 再往前交 没有成功 这个向前的传球打到队友身上了 有美 在最后的一分钟 走色 张鑫 再过走外线 就控制好最后的几秒 打回来 中队也不打算进攻了 杨丽娜 再给陈翘珠 时间已经到了 下边再看表了 好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好 下边 好 下边 好 先来 好 下边